字幕表 字幕表 1!2 1!2 Glenn 衝刺 往前 出發 這是什麼啊? 就是那個刺槍樹啊 刺槍樹竟然有這麼可愛 哇!刺槍! 沖 我的天啊! 我們的國軍戰力太強大啦 歡迎來到本週家開的馬克信箱 嗨,馬信十分鐘 星期一陪你度過不不錄的Monday 我是歐馬克 我是瑪莉 星期一呢 我們會希望可以回一些新的信件 然後要再次的感謝 上班可以聽YouTube頻道的會員朋友們幫 欸,已經來到十月了耶 我們早就到十月了 我們都已經過了Wake Me啊 When September's End 為什麼那個September唱不進去啊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 你怎麼放進去的 反正就是那首歌的時間都過了 我們已經到十月份了 沒有,我突然想到我還沒有上傳十月份的Podcast 所以我心裡一驚 你還好嗎 心中一驚啊,我回家再做這件事情啊 到週末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欸,你有些節目你錄好了嗎 蛤?蛤? 啊,那個節目他已經Routine做了二十年有沒有 可能十六、十七 他做了十六年 他還是會忘記做那個節目 我覺得很離奇啊 不要再跟我說什麼幾天養成一個習慣了 怎樣怎樣 都在唬爛 沒有,我根本從來沒有相信過可以養成習慣這件事情啊 我還曾經特別做出一支影片說什麼二十一天養成習慣這就是騙人的 那個真的是騙人的 對啊,這完全是騙人的 我們要說星期一讓大家不不錄 可是接下來要分享的這個愛情故事 我不確定愛情故事會不會讓大家不錄 不錄嗎?為什麼? 小小貓說今天是多多犬的生日 突如其來想要寫下我跟他的故事 幹嘛? 小小貓感覺故事應該都是很開心的啊 以後我跟他一起過了一輩子 我或他老年痴呆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一起手牽手聽這封信 括號背景音樂兩隻戀人 兩隻老虎 首先我要跟很多人道歉 幹嘛? 其實我們不是在low認識的 我們是在J字頭的交友軟體認識的 你手摸到大便啊 好噁喔 好噁心喔 一開始我只是無聊才會上交友軟體 那有朋友說 在交友軟體認識朋友的人都很可悲 所以那時候我不敢承認 但現在不會了 一開始只是正 我也在交友軟體認識Cadia 是不是修成正果的人會比較大聲 就是一個正面的嘛 就勇於分享 但是他如果他在上面一直被騙被亂搞 他就是不會大方的說他有什麼經歷這樣 原本我們正常的亂聊天 但有一天他說想約我出去玩 所以我們約了九份 但偏偏前一天實驗耽誤了 我連回家的車都沒有 他就突發奇想說 好啊那我去載你回家 是我們的第一次見面 你知道J開頭交友軟體 他的廣告口號slogan是什麼嗎?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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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解身體的渴 是喔 約炮軟體 我連J開頭是哪一個我都不知道欸 好吧 JoJo JoJo 第一次見面怕他是壞人 可是我又不想要睡實驗室 所以就說你 你拍你的身分證跟嫁照給我看 哇 然後我就傳給我的好姐妹說 如果我失蹤或死了 就找這個人 OK 於是他就來了 從新北市騎車來新竹 哇 好誇張喔 我跟他說我在青大的後門 很可怕有很多狗 他就說可是我沒有看到你啊 然後我手機又快沒電了 於是大半夜我們兩個人一直找不到彼此 實驗室的門也鎖上了 我也沒帶鑰匙緊張的半死 終於他找到我 原來他一直在交大的後門找我 喔 那我是大陸吃嘛 所以我們騎回台北路很坎坷 快三個小時的路 你知道他們騎了多久嗎 多久 六個小時 哇 在搞什麼啊 六個小時游是不是都見底啦 欸我從來不知道機車可以騎多久欸 你是不是久久加一次游對不對 對啊 到我的租屋處 我就問他 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回家 嗯 他說好 然後他就睡地板了 然後他就起床了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 蛤 喔不是 然後我們就一起吃了晚餐 蛤 在一起吃晚餐 然後他就回家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次相遇 蛤 我就想說哇 知道了 什麼都沒發生 什麼都沒有 好像有個朋友也不錯 可能應該就是朋友了吧 蛤 他有空就會找我一起出去玩 我有空也會去找他 那有一次我們騎車去 不驗停看星星 好 路上一個路燈都沒有 又是大農物 伸手不見五指 因為很害怕 我們就一路上大唱 It's my life 那我後來真的超害怕 因為路邊有超多狗 汪汪叫又一直催高雷 我就跟他說 我們回去好不好 催高雷 他就問說 你要不要跟我教我啊 蛤 怎麼這麼突然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 水 高雷 雖然我也不是第一次交男朋友 可是這是我第一次 跟有點喜歡的人在一起 喔 所以上次那個是不太喜歡 對不對 不要再提以前了啦 才知道原來交男女朋友 比沒交的煩惱還多 原本只會擔心沒男友怎麼辦 現在不只要擔心自己 擔心家人 還要擔心他 還要擔心他 還要擔心他的家人 謝謝你們看完這封信 到那一千元 然後愛你們 好突如其來的 少少貓你知道 你發達了是不是 是 可能因為這個是老了 他們得吃蛋 要反覆播放的 喔 所以 所以希望用比較多一點錢 然後比較隆重 因為電影不是都這樣演嗎 我一直反覆就是講一樣的故事 又就是失智的人 會重新浪漫的一天 然後聽到最後就說 我就是那個女主角嗎 你說Notebook啊 Notebook啊 Notebook啊 Notebook這部電影 你印象最深的是這一幕嗎 就是 就是那個穿紅衣的老人 就問說 我是不是就是那個誰嗎 我記得是你 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幕 然後 他就越來越激動 然後就被逮捕 然後人家就 然後隔天又要重新再開始一次 我只記得他們最後躺在同一張床上 然後 不是一起 我要爆雷囉 哈哈哈哈 他們就一起死掉嘛 What 他們有死掉 他們是不是一起死掉啊 What 我有點忘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天哪 可以就是有共鳴的 頭一天死掉也太扯了吧 他們是一起被水泥給悶住死掉的嗎 那是另外一部電影 這是哪一部 一部法國電影 我已經忘記名字了 也是從小的青梅竹馬 然後最後他們的 第一次封印 他們迅情的方式是在工地裡面 然後讓水泥就是把他們灌住 然後他們就 永遠都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永遠都在那裡 好病態的兩個人喔 就是那部電影好像從小就會玩 就是get but get 就是敢不敢賭 敢不敢賭最後它是這個ending 不是嗎 應該是吧 就是他會一開始拿個鐵罐還是什麼的 對啊 敢不敢賭 那一部ending是這個 對啊 那一部四個字叫什麼啊 趕愛就來是不是 好像類似封面就是 海報封面就是兩個人 然後抱那個 我忘記那一部ending是這個耶 我們現在抱了兩部咧 哈哈哈哈 不然手札情緣你印象最 那叫手札情緣嗎 好像是 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個 我印象最深刻是 他們在半夜的馬路上 然後他們躺在路中間 蛤? 就是他們還在年輕的時候 哦 你也想這樣躺是不是 今天我看到新聞在高雄啦 對情侶是男生跪在路中間 幹嘛 道歉 好可憐喔 好啦 這封信就是我剛剛為什麼會叫 他送給我們兩顆這個蛋 白白的蛋 白白的蛋 然後中間有一個紅紅的按鈕 紅紅的按鈕出來 看起來像一個刀片 刀片嗎? 為什麼呢?是因為 你叫YYJ啊 YYJ說上次看一期直播 看到我在拆信跟包裹 所以就送這個希望你喜歡 那前面這個蛋呢 抽出來這個刀片其實也很不利 我剛剛試著想要 猜信 猜信沒有辦法猜 那剛剛為什麼會大叫呢 是因為他的蛋的下面 底座呢打開以後 是黑黑的一塊東西 然後我就想是什麼 我就摸了 封印的是不是 就是對 防那個偷窺的 對 那這個防偷窺的 它上面寫的字叫做 陰同學 蛤? 我不太理解 然後你只要滑過去以後呢 有很濃很濃的杏仁味 yeah yeah 謝謝你啊 這封信來自於香港的小A 上次因為我有提到 疫情的關係 我辦不了喜酒 這次寫信是想說我終於不辦了喜酒 可是老天爺很愛捉弄人 感覺辦喜酒的原因是因為 爸爸突然得了癌症 昨天他不敵病魔在昏迷中離開了我們 我想要說說我家跟我爸的故事 我媽在我和妹妹幾歲的時候 她真的是寫幾歲的時候 就去外地打工賺錢了 一年會回來看我們一兩次 那幾年爸爸父兼母職幫我們帶大 我不能說我媽不愛我們 起碼她去外地賺錢就是要為了養家活口 只是從小就缺乏母愛的我們 童年也缺少跟媽媽互動的過程 漸漸越走越遠 人家說幸福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這句話是對的 現在想起我們童年就像是個空洞 沒什麼開心的回憶 印象最深的都是爸媽吵架的情形 我媽是個重男輕女的人 生第二胎 其實是想要男孩 可惜又是女生 所以我媽崩潰了 我倒是不明白我媽媽 因為我爸跟奶奶其實沒有給她壓力啊 家族裡也有男孫 不知道她在執著什麼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跟我媽幾乎不對話的狀態 因為一開口就會吵架 加上她有情緒疾病 動不動就摔東西 我就懶得理她 甚至討厭她 恨她 你為什麼要把兒女當成發洩情緒的工具呢 以前我不懂 現在我知道 那是情緒勒索 但我媽覺得完全沒有問題啊 比起叛逆的我 我妹算是忍耐力比較強 一直會當和事老 我媽應該感恩的是 我跟我妹都沒有學壞 我爸沒有多管家裡的事情 跟我媽雖然沒有離婚 但也是名存實亡 名義上的夫妻而已 我跟我妹是這個家關係最親近的人 我們是姐妹也是好朋友 我很慶幸我有她 是這個家唯一讓我感到溫暖的人 大學畢業後我就結婚了 不是因為懷孕 是因為我想逃離這個家 男朋友帶我如飽 我也相信我會幸福 結婚大約半年之後 爸爸就檢查出得了肝癌 發現時腫瘤已經有6公分 擴散去淋巴也不能做手術了 於是意思就是說 接下來所有的措施都是在延長生命 跟舒緩痛楚 其實我跟我爸的關係 不至於到差啦 他的生活模式十年如一日 打同一份工 每個星期休假一天 沒什麼興趣 無欲無求 最大的興趣就是抽菸喝酒囉 第一個月 爸爸跟平常沒有什麼差別 能走能吃 老公就說 趁爸爸還能動 多帶他出去走走吧 所以逢週末看山 看海 雖然累 但我知道未來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之後天氣越來越熱 爸爸說很累不想出門 但那時候他還是很有精神 於是又過了兩個月 我跟老公說 我們趕快補半洗酒 因為爸爸的雙腳已經有明顯水腫 是癌症的一些症狀 其實連皮鞋都穿不下 只能穿運動鞋 我那時候還沒有意識到癌症的可怕性 覺得問題不大啦 再之後 他的身體就像那個天花板漏水一樣 開始出現不同的症狀 要左補右補左補右補 醫生也沒辦法說情況不樂觀 爸爸得癌症的其中 除了身體上的折磨 另外一個折磨就是媽媽 醫生已經說了成千上萬遍 這個癌症不是因為你們吃飯傳染的 媽媽就是不相信 硬要就是 爸爸你就像用專用的碗筷啦 我們醫務要分開洗 我們要分床睡 硬是要在家中孤立他 開口也沒有說一句好話 我跟妹妹說了很多次 病人需要的是正面鼓勵 而不是源源不絕的負能量 但媽媽把他當耳邊封 反正你說你的 我做我的 我媽還封到上網去查偏方 去路邊撿樹葉來包水 說能治癌 吃到我爸止痛藥都失效 忍不住臭罵他一頓之後 他才放棄 我真的要說內容農場那些 害人不切 然後我媽又很愛抱怨 說什麼 你爸有幾個兄弟姐妹 你爸年齡最小 你爸怎麼會這個樣子啊 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沒有辦法接受現實啊 之後呢 爸爸狀況越來越不好 第三第四個月 反覆來回醫院 每一次看爸爸 就覺得他又更憔悴了 明顯的是他的意志 越來越不清醒 說話也不合邏輯 不知道我在哪 我們忍著眼淚問他說 你還有沒有話要跟我們說呢 爸爸說 回家再說吧 不要在這說了 還說回家要煮什麼菜啊 等等之類的 我們說好好好 那我們回家再說 老爸不知道他快不行了 還一直覺得 嗯這次也可以出院啊 但這晚醫生叫我們來 就叫我們守著吧 嗯 說他血壓一直很低 可是也沒有說 到底什麼時候不行 也許還有一兩天 也許是幾個小時 我跟我老公決定 這個晚上就守著 明早讓妹妹跟我媽接力 但半夜爸爸又開始吐了 由於沒辦法進食 只能把藥全部吐出來 我跟老爸說 欸 醫生說不吐就可以回家囉 他就瞪著眼睛問我說 真的 不吐就能回家嗎 我忍著眼淚回答他 對 我答應你我們一起回家 那晚他真的不再吐了 可是也不再清醒 我以為他睡不著 就讓醫生給他開些助眠藥 吃了之後 他還是睜著雙眼 只是很空洞 我不敢再跟他說一些分離的話 我也分不清楚 他是清醒還是睡著 後來我發現 原來他已經無法控制眼睛閉合 陷入了昏迷狀態 第二天下午 妹妹說爸爸的心跳跟呼吸 一直在下降 我急忙趕到醫院 那一刻心跳已經變成一直線 呼吸還有一點點 在迷流之際呢 聽覺是最後才消失的 我就忍著眼淚在他耳邊 跟他說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 爸爸你就安心走吧 我以為我自己會哭很久很久 但其實沒有 因為我知道 這對爸爸來說是解脫 他也不痛 他也很勇敢 只是我沒有辦法實現我的承諾 把他帶回家 癌症四個月就把我爸爸帶走了 樂觀點想 其實你在多幾個月的生命對他來說 也是一種痛苦 可是我爸很年輕 今年他才五十九歲 嗯 這一輩子牢牢陸陸 也沒幸福 老婆又不體貼 最後竟然還把他折磨成這個樣子 可是他從來沒有抱怨過 就匆忙的走完這一生了 我希望爸爸你下輩子要開開心心 健健康康 去投個好人家哦 會不會變成你的孩子啊 哇哦 最後這一段呢 他就在說他媽媽還是很多的抱怨 對他們講他們的不是 然後處理後事 可能也是有很多的紛爭 不開心就對了 那現在呢 是他剛好收到三個月前 補半洗酒的婚社照片 照片中爸爸還很精神 其實看不出是個病人 非常慶幸爸爸能夠參與其中 人生在世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多陪伴家人 還有定期做健康檢查 謝謝你們念我的故事 希望大家平安喜樂 付上二十元的港幣 一樣也是跟家人有關的一封信 一樣也是不是那麼開心的信 我是魚尾 最近的我很有感 我想要寫信 我是一個在家工作的人 在家工作呢 是想要幫爸媽分擔工作 但最近我有點無法承受了 原本我想要訓練我自己 把爸媽交代的事情完成 但是在他們的指揮下工作 好像沒有自由 可以安排的時間 只剩下星期六 那我又有上英文課的時間 就只有那短短的幾個小時 那一回家呢 又被叫去工作 沒有工作 或是我說我不要的話 他們就覺得我很懶 不工作 我就一直在心中拉扯 我每天都要看臉色做事 當爸爸一個眼神不對 好像我自己又做錯什麼 我很緊張啊 我壓力呼吸都很不順啊 我常發現自己在憋氣 哇 只有呼吸不說謊 就是真的 我發現自己在憋氣 真的很誇張欸 這真的太緊張了吧 我其實希望更好 但我也想要一個健康的身體啊 有體力才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我看中醫看了很久 吃了胃部的胃藥舒緩 我胃食到逆流 我找了很多方法 看書 調整飲食 早睡早起 但都沒有什麼成效 因為壓力就是我的病原 也許可能聽到這邊很多聽眾會說 那你就不要在家工作啊 可是放棄這份在家的工作 我的心又過意不去 因為回家工作就是要幫忙家重的工作啊 還在找平衡啦 但我覺得這個心其實就是很拉扯啊 你要去找你 你到底為什麼想要幫家人啊 喔 你說為什麼想要做回家這個決定 對啊 就像最近我也收到一個私訊 然後這個私訊說 家裡面爸爸還有背房貸嗎 那他現在跟爸爸一起住 可是呢 爸爸背房貸還有增加收入的方式是 他們家開賭間 蛤 就可能沒有到賭 賭間說起來可能比較難聽啦 就是人家來賭 然後抽一下抽一下這樣 對就是做冬啦 就是打麻將做冬抽水這樣子 然後說用這樣的方式來 cover他們的生活 可是他非常不喜歡 因為有很多不認識的人會在家裡面來來去去 那他也沒有辦法 譬如說在陽台曬衣服 因為他們要在那邊抽煙 那他自己也不喜歡煙酒 然後他的衣服都必須要掛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反正他就只能躲在自己的房間 然後就很不開心這樣子 然後他的問題是說 他想要搬出去住 可是又覺得搬出去住 那一些錢不是又是交給了房東 那就沒有辦法幫助爸爸去付房貸 他覺得這樣很不孝 然後搬出去他也覺得很不孝 另外呢還有後娘 就是爸爸的女友 還是反正後母 跟他處得不好 看他看得很不順眼 所以就是他在家裡面也不開心 他就是在那邊糾結著 我看完私訊以後我只有一句話就是 那你現在有沒有幫你爸繳房貸 你也沒有嘛 對啊什麼叫做出去 我出去住 然後我付了房租 沒有幫到爸爸繳房貸 就是你現在你也沒有把錢拿給爸爸啊 然後他又就是他的心智很亂 就會一直說 可是爸爸呢可能也是體諒我們子女 從來都沒有要我們拿錢什麼什麼幹嘛的 我想說你住在這裡 那你其實就是不開心啊 你說你搬出去不孝順 你住在這邊讓大家都難過 或是真正不孝吧 搞得烏煙瘴氣的 就是你心裡面的這個想法 你沒有打通的話 你就會一直混在這個邏輯裡面 你就覺得不行 我不能搬出去 我一定要留在家裡 幹你留在家裡面幹嘛啊 哇這個段話就是同時 希望這段我們的朋友有聽到 喔是喔 就是很多人會被就是 我離開我這個家 是不是就是一個很不對的選擇 就是我不能離開這個環境 尤其他 為什麼 就是 為什麼 我是不知道 因為他自己也有說 他成長過程他們家 他就是這個很緊密的家庭長大的 他覺得他成長過程 藉由家庭的確獲得很多很多的愛 只是現在沒那麼 現在長大變複雜 可是小時候他們很緊密這樣長大過來的 等等等等 如果回到我們朋友的例子的話 我想請問你是沒離開過嗎 你明明在我家附近住了這麼久的時間 你也在板橋住了一段時間 可是他就是現在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那個心為什麼突然糾結在某一個點上面 然後過不去 你不是沒有離開過啊 你也不是沒有做過這樣 你也沒有做過過過這樣的生活 但現在你突然覺得 我不能離開他們 為 why 就覺得 就覺得要 就是有一種我要對家裡負責的想法出現 那如果你有要負責的話 你就好好負責啊 可是問題是就是負責也很難過啊 就是你現在待在家裡那個環境 也已經很不開心了 嗯 我就覺得 我就跟他說 你就當作你自己離家出走一年這樣 你就是去國外打工遊學 就去一年會怎麼樣 請進台北國 如果定一個日期會讓你好過一點的話 你就當作我離家出走一年啊 就是只是你的叛逆起來的非常非常的不晚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想法常常是卡在某一個地方 可是對旁觀者來說這個真的是輕鬆到不行 但是旁觀者告訴你之後 他們是完全聽不懂的 因為他卡住就是卡在那裡 他就是沒有辦法做這個決定啊 他們連旁觀者這種很清楚的建議 他們也都不覺得那是清楚的建議 因為如果你覺得那是很清楚的建議 其實你就會去做這件事啊 他們只是覺得 他會覺得你每個人的家庭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無法理解 他們會再找很多很多的藉口 然後來合理化自己陷在一團迷霧當中的行為 嗯 辛苦 拍拍 我們是不是要多錄一個ending 多錄一個開頭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24分鐘 沒差啦 蛤? 就這樣啦 星期一以後就大放送了啦 就這樣送你家嗎 啊 啊 啊 那是 那是 我們在這邊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